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ky Danny Faye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反弹无力 比特币多次都没有跌破这个很重要的支撑出现了反弹 但是反弹呢还是出现了腿势 上涨还是非常的弱 那我在最近都有拍了这个短视频这个Shot 那Shot主要就是在紧急时刻马上给大家做为一个更新 大家可以去看今天呢我也是有上了这个紧急的一个短视频的影片 我们来看比特币周图今天收了这个周图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周图是出现了一个颓势的 主要就是在之前的这个收盘呢可以看到非常长的这个上影线 然后现在的这个收盘呢是在下方的这个位置 而且非常关键的是哦在短视频 这个主力区域是一直都不破了 待会呢就给大家去看 那现在的这个周图是依然还是不破了 所以还有这个回调的一个预期 那这个回调呢就是依然看向这个上涨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是多次挑战都不破的一个趋势线 如果接下来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后 在这个位置获得支撑 接下来出现反弹 上涨到更高的这个位置 那其实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去看天图 之前的天图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盘整区域内去震荡 那现在这一走哦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小幅度的 在这个区域里面去盘 而且盘的这个位置都是不断的去挑战 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区域 所以如果接下来真的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跌破 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 就是它跌破下跌的空间呢还是非常大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个位置 差不多有将近一个2000点哦 那现在这一个位置是不断去挑战的 而它挑战如果说是跌破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向这个0.618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27505 那还有就是这个上涨趋势线是不能破的 因为这个是支撑着比特币的这个上涨趋势 我现在打开这个EML Ribbon 那你可以看到EML Ribbon也是位于这个位置 那多次挑战都还没跌破 如果接下来跌破了这个EML Ribbon呢 那将会出现这个回调 目前的比特币在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区间里面去盘折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方向 如果它是在这个位置依然的就是获得支撑反弹呢 那我将会看向这个0.618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我之前其实也是有提到了 就是上一期影片非常的清晰提到 就是它没有跌破 那将会反弹到0.618的这个位置 突破呢那将会看向之前的前高的这个主力位 我们来看比特币4小时突 4小时其实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区域 之前多次挑战都不破的一个支撑区域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就是在跌破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就去做空因为你看之前就是很多次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跌破了 如果你是去做空的话那你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止损 所以最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离开这个前低的一个位置 就是离开了之后呢再去做比特币你可以去留意如果它是跌破了之前前低的一个位置 没有收回去上方呢那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去减就是跌破了一个回彩 如果它是跌破了之后迅速的收回去上方 就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那其实都还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 就是到了这个位置收回去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反弹无力 为什么你看这里这个位置就是我提到它上涨要关注的一个区域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是挑战了好几次都不破的一个位置 那代表了这个上涨真的是腿势的 而我有提到了如果你要进行操作呢 就是在上方的主力位置进行操作 还有就是下方的支撑区域 中间呢千万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因为非常的高风险 盈亏比好呢就是这两个位置 比特币在比较大的这个盘整区域到比较小的这个盘整区域 那就代表了比特币即将要出方向了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就看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怎么样去走 如果比特币再一次的挑战这个位置没有跌破 那只要它是可以突破 那大概率呢就是会到0点率吧 或是更高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在逢高的时候再去找这样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整体的走势呢现在是还没有看到上涨的一个反转 除非它是可以突破这个主力位置 我有在上一期影片也有提到这个主力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它是突破那就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强势信号 如果它还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位置 突破假突破回到来下方呢 那就是很好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有可能出现了一个假突破之后 接下来就是整跌破跌破这个盘了非常久的一个盘整区域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这两个关键的支撑主力位 那我上一期影片呢也是这么去说 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你可以点击这些链接去注册账号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还有就是20%的反线 如果你要进入我discord的群组 可以查看这里的这个详情 还有VIP的代单群 好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拜拜